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高國棟,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Python to Scala 我在InwinStack工作,我平常工作的內容是跟OpenStack相關 我本身是OpenStack Contributor,是OpenStack Caller King的Callmember 在Zooba場合,我為什麼不講Zooba to Scala 是因為我覺得這本書寫得很好,如果你想看的話就自己買書來看 因為如果我講這個主題的話,變成我只是來分享讀書心得有點無聊 因為我投影片有點多,所以我可能會講很快 Python 是一個物件導向的腳本語言 它基本上是動態形別的 基本上是直義式的語言 基本上它有提供Share的功能 Share這功能就是你可以在一個Share裡面打一些程式碼 然後去執行一些簡單的程式碼 然後來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那Scalar的話是一個Functional的Programming Language 它基本上是靜態形別 然後基本上 它也是,它物件導向跟Functional混合 它有支援行別推論 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變成 你可以很容易,就是不用一直宣告那個物件的行別 它有支援leggy,就是延遲運算 那Scalar是一個要compile的程式員 它很特別的是它跟Python一樣 它一樣有支援Share 就是,當你可能有一段程式碼 你不知道怎麼寫的時候 你可以簡單地在Share裡面打一些簡單程式碼 來看看這段程式碼是不是正確的 我簡單地示範一下 這是Scalar的Share 然後你可能,如果你程式碼忘了怎麼寫的話 你就可以可能 就是 隨便寫一下 然後它就可以,直行你可以看 然後如果像 像 像你這樣子寫的話 你不知道對不對的話 你可以直行直行一下 然後它 錯的話它直接跟你講錯了 那Python跟Scalar之間的差別 我左邊的內容都主要是Python內容 然後右邊的話是Scalar Python的話它有分兩種東西 一個是敘述 一個是Ecupression 那Scalar的話 它每個東西都是 一個 可以運算式 就是可以計算出一個值的東西 那 當你在Python裡面看到 A加B的時候 其實它 對應到的code 會是像這樣子 A-A的B 那你在Scalar裡面看到 A加B的話 它實際上它會解讀成這樣子 A-加2 所以在Scalar裡面 加號並不是一個特殊的資源 而是一個Messor的名字 那你在Python裡面的話 當你這樣寫的時候 其實它是對應的 它對應的是 會對應成這樣子 它會把那個原括號 對應到一個Messor去 那在Scalar裡面的話 也是一樣的 它會把原括號對應到一個 Apply這個Messor 那 Python裡面的變數的話 你就直接變數 等於一個 你要的值 那 Scalar的話 你必須在前面加一個說 這是個變數 然後再加一個變數名稱 像Geehan的話 因為你很明確的知道 1是整數 所以你可以不用給它行別 那如果你想給變數行別的話 就是 就是加一個冒號 再加這個行別 那我剛剛講過 Scalar裡面每一行程式碼 就是每個東西都可以計算出一個值出來 像這種變數指派的 它回傳的指是 這個Unit 那Python裡面的話 它沒有支援傳數這種東西 那Scalar裡面的傳數的話 就是 你用VAL來表示傳數 那Scalar有個leggy這個關鍵字 那leggy這個關鍵字的話 Python它沒有 預算沒有提供那種類似的功能 但是你可以透過 Library來去support它 那leggy這個關鍵字它的作用是在於 因為有些 有些東西很可能就是 你要做這件事情可能會 花很多資源 但是 並不是每次都可能會需要到它 那你可能會延遲它 初始化的時間 就是初始化的時間 那它 當你真的要用的時候 才去 真正做初始化 就是要存取的時候 才去做初始化 那你用leggy這個關鍵字的話 會付出 就是 並不是 還是有成本要付出的 就是它成本的是 它會變成每次你存取的時候 你都要 它都會每次檢查桌 這個東西有沒有被初始化過 就是 有好就會有壞 那 leggy這個關鍵字的話 就是這樣子用 像你如果這個 基函程式碼 你沒加leggy這個關鍵字的話 當你這個檔案不存在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噴錯 可是 如果你加了leggy這個關鍵字的話 它 你執行到這行的時候 其實它 因為它是 它初始化會延遲到 你記事存取 所以它並不會噴錯 它噴錯會在這種 你要存取這個變數的時候 它才會噴出錯誤 說這個檔案不存在 那這是一個 例子是 有點複雜 就是如果用leggy這個關鍵字 然後 來做到那個 計算Face速列 然後這個 你會發現它 這邊的變數 跟這邊的變數 它是重複使用的 如果你沒加leggy關鍵字的話 它會說這個變數 沒有去定義 但是你加了leggy關鍵字的話 它就不會直接噴錯了 那這個 因為這段程式碼 其實有點複雜 所以我不會解釋它 反正這個是一個 算Face速列的 一段程式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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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寫法大概是 長得像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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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summar 裡面的話 它 它 它是一個表示式 所以它長的進程上是 那 因為我 它是可以換行 只是因為我為了 就是 投影員的關係 我把它都寫成一行 一結果 這是一個 If 後面接個原括號 然後中間接條件 然後 第一 pier 然後 第一個 blocker就是 就是你要做的一些东西 Blocker也有回传值 它回传值是那种 最后一个运算式的值 因为有这个Blocker的运算式 只有一个而已 就是那个1 所以它回传是1 如果A大于5的话 它是回传1 不然的话它就是回传2 那你有可能会实写义符 那你自己写义符的时候 当Else成立的时候 可是你没有写Else 那它绿色就是传回一个Unit 那Python的话 基本上就是长这样子 那Scala的话 就是条件式是用那个 原括号包起来 然后这边 大括号就是包程式码的部分 那Pyel一样有回传值 都是回传Unit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说明怎么用 Pyel这个表示式来做一个 取出一个List里面的最大值 基本上这层色码 就是又有一个变数码 然后一个变数一直去存 最大的值是什么 最后再把那个最大值的 最大的值回传 那通常在写Scala的时候 我都习惯那个 将那个Pyel这种回圈 都写成用伪记回来代替 那要做伪记回的话 就是伪记回就是你每次都是 就是你翻选要嘛就是回传一个 值不然就是呼叫自己 像我这个loop 要嘛就是回传这个值 要嘛就是继续呼叫loop 这叫伪记回 那用伪记回写的话 有个好处是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好看啊 而且就是比较翻选哦 那之前就是我在Cosodella 我有上课 然后如果你写程式 用话语的话都会被扣分 所以就被就是养成习惯 就是习惯把话语 就是转成那个伪记回 那 当你用伪记回的话 你的Math这边就只要变成检查说 这个Lis有没有值 没有值的话就直接回传0 有值的话就进入那个伪记回 那伪记回就是要嘛就是 呼叫自己要嘛就是回传一个值 那伪记回基本上在Scala里面的话 它会自己把它转换成回圈 所以基本上你不用担心那种 就是一直方圈扣会造成那个 效能疲弱的问题 那如果你怕你写出来的程式 你可能你会想写违回的程式 可是你不小心写不好 然后导致无法帮你转成成 一个坏的回圈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Decorator 这样子当你写出来程式不是伪记回的时候 它会直接喷错误 Skala有支援堵坏哦 然后Python没有 然后堵坏哦 基本上就长这样子 那Python的Fold的话 基本上它的作用就是从一堆secret里面 拿出一个东西 然后在下面去执行 那这个例子是两层回圈的例子 它会印出那个一乘一 然后一乘二一乘三这样子 那Skala的Fold的话 它的功能基本上 我觉得还算蛮多的 而且我觉得比Python的Fold还好用 它的基本形式是长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话是 Sk的指就是从1到10 如果你想要加一些条件式的话 你可以直接写在Fold里面 Fold的圆括号里面 那基本上这个意思 跟下面这一行程式码的意思 都是一样的 那你在Python的话 你的页符只能写在这里而已 那在Skala里面 你想写两层回圈的话 你不用写两次Fold 你只要写一次Fold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的话 这段程式码基本上跟 左边这段程式码是差不多的 它这边就一直从 X都会从1拿到9 然后Y会从1拿到9 这样一直去做组合 然后我觉得这个 这样子写法 就是比Python还简洁 因为这样子 你生生码就不用一直 往右边歪过去 那Python有一种用法是这样子 那Skala里面也有类似的用法 然后基本上一样都是用Fold的关键字 只是后面多一个U的 像这边的话 它回传的只是回传Unit 因为你没有写U的 然后你有写的话表示说我回传的只是后面这个Block的纸 基本上这两个形式看起来都差不多出了 这边的I乘I是在前面 然后Skala的话是I乘I这部分是在后面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是这种方法 因为这种的话啊 你要先想那个你的回传子是回传什么 就是有点不太自然 像这样子你思考的话就很容易的思考说 我要从I拿到10 然后我要的是偶数 然后拿出所有偶数之后 再算出它的平方 可是你这样写的话你变成说 你的想法 你的想的方法会不自然 那Python里面有个东西是generator 那generator的话 很多人会把它用来做那种 就是延时运算的功能 因为Python预设没有那种延时运算的那种功能 所以有可能很多人会用generator来做 那Skala里面没有类似generator的东西 但是它有个东西是stream 也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 像左边这个程式码就是一样 这是去被四处列的 然后从1拿到4 右边这个的话就是一样是用sitin sitin的话基本上是 你在这边的东西不会马上被计算 不过这个东西有点复杂 就是无法短时间内讲 这之后你们可以去 我会把通文片放出来 然后当你想做类似功能的时候 你可以看通文片 然后去做一些学习 那Python的翻选的话是 因为Python不是编译的语言 所以基本上你 它就是执行到哪一行 就做哪些事情 所以它你可以定义一个翻选 定义很多次 然后名字都一样 也不会喷错 然后只是Python的话 它每次呼叫的话 只会呼叫你最后一次定义的那个翻选 那Skala的话 你可以定义翻选的名字一样 如果只要满足overlogging的规则 但是你无法定义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 像Python的话 你可以定义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 然后里面的程式码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它只会认你最后一个定义的东西 那Skala的翻选基本上的形式 就是长这样 然后红色的部分都是可以省略的部分 也就是说它会有很多种变性 像是你可能看到的翻选可能是 这边没有写 还有可能是 等于没有写 有可能是你这边原括号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写 还有可能是大括号没有写 然后不过常见的形式 通常我写Skala的话 我会尽量写这种完整的形式 因为我不想看到太多种极奇怪怪的形式 这一个翻选没有太多奇怪的形式 然后就是偶尔会省略掉这个或者是这个 然后通常会省略掉原括号的话 是因为你那一个翻选没有参数 然后又是PureFunction的话 那你通常会省略掉那个原括号 像我这边 如果F1没有参数的话 然后又是PureFunction的话 习惯上 它就会省略掉原括号 所以当你看到这种形式的Function的时候 你会知道你呼叫这个Function 它其实不会有副作用的 那如果你看到这种形式的Function的话 你会知道它是有副作用的 它可能会是会去修改某个东西的状态 或是印出某些值 那Python的Function的参数 有支援可变参数 然后keyword的 还有或是预设 给预设值的参数 那基本上Scala的话 那些功能它都有 它多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是CodeByname 我觉得CodeByname是一个 就是我喜欢Scala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有支援CodeByname 那Python的Function的话 红色的部分是可变 红色是预设参数 然后这个颜色是 用来接收 就是可变动长度的那个参数 然后这个是keyword的argument 那Scala的话就是这样写 那 啊 Scala没有这个 没有那种keyword argument 这边多写一个 那CodeByname是什么 CodeByname就是 你可能有时候会想传入一些东西进去 可是你不想要它马上去做计算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CodeByname 像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 自己的坏油这个 买坏油这个 这种这个翻选 然后这个翻选的作用 可以跟坏油完全一样 当你想定义一个跟坏油完全一样的功能的翻选的时候 你第一个条件是这边你要用那种CodeByname 因为你希望它每次跑一次回圈的时候 要重新计算一次条件 而不是传进参数传进去的时候就把条件 这只有绝对的处或false 因为你绝对处跟false的话 那你永远 要么它是永远的无穷回圈 要么就是不会跑 所以你不需要它每次的时候 你希望的是每次跑一次回圈的时候 它就重新去算一次条件里面的东西 然后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blocker 这blocker里面就是有一对程式码 然后那对程式码最后的回传值会是个布林值 然后这边buggy的话是 那它里面在做一些坏油里面的一些运算 然后它最后不会回传值 这样你就可以写这样的系列 买坏油 这是你自己新定义的MESER 然后当你的条件A小于5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做这里面的事情 然后这边这段程式码基本上 它大概4次或5次 然后最后就离开了 而不会像 如果你用python写类似的程式码的话 你基本上 你一写的话就是无穷回圈了 因为它算完A小于5的时候 它就把触传进去 然后之后就开始跑它的五穷回圈 这样子就无法做到 这可以制定一些 就是无法做到一些特别的功能 但是Skala它有支援CodeBuyName的话 它们每次都去计算A小于5 是不是成义 CodeBuyName的话 它主要功能就是让你 可以事后去计算Block里面的程式码 而不是在传入参数的时候 就决定那个字了 那Python里面的话 你要回传东西的话 你就要用return这个关键字来做return 那你如果没有用return这个关键字的话 它预设会传浪 那Skala的function的话 它的建议是说 尽量不要用return这个keyword 那没有return这个keyword的话 它预设的话 回传都是回传 最后 就是function里面最后一个 表示式的值是什么 所以像我 像我这样子写的话 它这个function的回传值会是1 那这个 因为我直接这样子写的话 就表明说这个没有回传值 那如果你想拿这个回传值的话 你这边再多加一个等于 那print的话 它预设的回传值好像是unit 那 match case的话就是 类似就是 西元的或手法里面的switch 然后python基本上没有支援这个东西 所以python要写 类似switch的功能就是 你要一直写if if if 又是if 那 match case这种东西的话 基本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 scala里面蛮强大的一个功能 那它支援就是像你 如果它 你x是个gist的话 它可以 你这样子写的话 它会帮你拿出 一个元素跟剩下的元素 剩下元素会放在xs这边 那如果xs是一个tuple的话 那如果刚好是三个元素的话 你这样子写的话 它会自动把 abc就会自动对应到 那个tuple里面的三个元素 那如果你的 xs是一个 就是上的物件的话 那 你这样子写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把 上这个物件里面 它上这个物件里面有存一个值 你这样写的话 它会自动把那个值 直接给放到v这个变数里面 那 你这边后面也可以加一些判断式 像我这个判断式说 v的值等于2的时候 我才会执行后面的东西 然后它也可以拿来选择那种 变数 像 如果x是整数的时候 然后它不等于2的时候 我才会去print一些东西 那这个的话就是 所有case它都会拿 你就是这样写 那python的话 它支援的类别的话 它支援那个 多重继承 然后基本上它所有东西都是公开的 也就是说 其实python其实没有什么 方法就可以去阻止那种 省事持续存取里面的资源 它基本上每个资源都是 可以去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去拿的 然后它不支援overlogin 然后你 定义重复的东西的话 就是只是把前面那个东西给改掉 那scala里面的类别的话 基本上是单一继承 那它跟strover一样 就是会有一些属性一些存取的一些限制 那就是它支援overlogin 那python的建构值 就是通常都是用initual 就是初始化一些变数 然后进一方选的话 就是这样子 那当你在写python的时候 要做一些初始值的时候 常常是从外面传一些东西进来 然后再做复制 可是这样子写 其实你会觉得 有时候写多会很烦 因为你这边一个x 然后你又这边写slf-x等于x 这样 有点累赘 那scala的话 它其实 你就是只要这样写的话 它就会认为 你这个类比里面有一个 属性就是x 然后它的情别是整数 这样子你就可以省掉像这边 都要重复打很多 一些无意义的字 那如果有些东西是像 这个东西是用计算出来的 那你就把那些东西 都放在类比底下 这样子的话 这边就有个属性是 Ogggg 然后它的值就是 看x是不是 是不是那种偶数 那 这里面是这个东西跟这里面的属性 这边的东西 是那个 scala里面的那个 paramontally 就是原生的建构值 那 因为你如果 因为scala是有新别的 所以你的原生建构值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可能会有点麻 就是可能写起来乘证码很不方便 所以它有提供一些辅助的一些建构值 那辅助建构值都是 gis 这个字开头 它的翻悬的名字都是gis 像它的原生建构值是 传入整数 那有时候我想要 传入一个字传 然后让它存进这个字传的传度 你 这个gis 在这个bargy里面你呼叫gis的话 它就会去 在辅助建构值里面的bargy 呼叫gis的话 它会直接呼叫原生的建构值 所以这个gis它会 这个一个字都会直接带入到这边 然后这边gis的话 这个gis 这个也是直接呼叫这一个 然后它传值传进这边 所以你这样子用的话 你就可以传整数进去 你传整数进去的话 它是呼叫这一个 你传字传的话 它是呼叫的这一个 你传gis的话 它呼叫的是这一个 建构值 那你看这一段程式码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这两个 程式码就是看起来很像 那 Python里面有个东西是 Dark Typing 那Dark Typing就是 其实它不会管你 你传进来的东西是什么 你只要它只会管你说 你有没有提供我要的master 可以让我呼叫就好了 那Skara其实也有 支援这种功能 所以你可以讲你刚刚那个 程式嘛 就是改写成像这样子 这个是Dark Typing的功能 他说你做 我不会管你传进来的物件是什么形别 他只在意一件事情就是 你传进来的物件有没有这个master 然后它的回传值是不是int 这样子的话有个好处就是 你就是每次你在 进一些方式学生的时候 你就不用去找那种 物件的那种 祖宗18代是看它 共通点是谁 像你 这两个的话 他们两个 祖宗18代不会相遇 因为这个Stream是ZovaStream 然后这个List是Skara的List 所以其实他们两个是不会相遇的 那Skara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是 KamperNian物件 就是 Skara里面有个关键是叫Odger Odger这个 关键字有两种功能 一种是 用来做 单一物件用的 另外一个是用来做 KamperNian物件用的 单一物件就是 如果你自己这样子写的话 这是一个单一物件 那如果你这样子写的话 就是 他们两个 这个物件有个好朋友 有个类别的话 这个就是 KamperNian物件 定义在 这里面的 这个东西底下的Messor的话 都是 静态Messor 然后主要是给 Class呼叫用的 那定义在 Class底下的Messor的话 都是给Instance使用的 那 要怎么去建议一个 类别的Instance 在Python的话 你就直接 类别后面加个圆括号就好了 那 在Skara的话 如果你 你没写的话 你没有 你没有KamperNian物件的话 你要写 New这个关键字 你可以自己去建议一个 物件 然后 它有Apply这个Messor 那 当你呼叫这个类别的时候 然后 后面这个圆括号的话 它会 对应到这个Messor去 这样子写的话 你有个好处是 你就可以少一个 你可以少写New 这个Keyword 然后这样子写一起来的话 然后这跟Python有点像 那 Skara里面有一些 Typle Checking的东西 像 Python的话就是 呼叫一些Messor来做 那Skara的话 Python的话是呼叫一些Function来做 然后Skara的话 因为它比较物件导向 所以它是 呼叫物件的Messor来做 这些事情 那 像这种 在Python里面影响 选择就是看 看物件的行别的话 你大概就是这样子写 那你在Skara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用 MashCase来做 那Python里面的继承 因为它有多重继承 那多重继承的话 有时候会有什么 像什么 钻石继承这种 有些奇怪的一些继承东西 那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像是 当你呼叫某个Messor的时候 这个Messor到底是呼叫哪一个 类别的 那基本上那有一定的 Python有一定列出一个规则 那如果你写Python的时候 有时候不太想去管那个规则是什么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看 MRO这个参数 这个属性 然后它会告诉你 它 类别的 这是Messor的搜索路径 那Skala的话 基本上它是单一继承 那你Overrigging的话 你必须要用Overrigging这个关键字 然后它的形式基本上长得像这样子 那Skala里面有个 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就像是那个 主要版里面的类别 可是它允许一些实作在里面 然后你Extend的话 后面主要是加class或是trade 但是Wiz的话后面只能加这个 那Skala里面有个东西叫做Caseclass 那Caseclass 基本上它的作用是 提供 Echo这个Messor给你 然后它会顺便帮你 建一些物件的东西 这样子的话 你在写一些程式的时候 会比较方便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Python的话 你写 一个class的话 可能这样子写 那你用Caseclass的话 你写下来就这样子 然后你想建一个instance的话 就是直接 不用new 就直接 接那个内边名字就好了 这样子写起来就跟 Python很像 然后比Python短很多 那Caseclass的话 基本上它也可以帮你 就是当你用Caseclass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把那种 当你传入了物件person的话 然后有两个属性的话 它可以帮你把 Rang跟 年龄 就直接在这里 就直接取出来 让你做一些判断 那这是Scala的一些计程关系图 那基本上 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Scala有个 最基层的 那个 类别 那这个类别 基本上是 那形 然后那形的话 基本上 你可以指派给 任何形别的 变数 变数去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那Python的话 基本上 它的 物件模型 其实不太重要 那Python的package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目录 然后 底下要有 in-ish 这个 点拍 这个 这个档案的话 哪一个目录 就变成一个package 那很多Python数学者 常常犯说 就是 package下面 没有忘记放这个档案 那Scala的话 基本上是 前面这个 关键字 Jegging package 那在Python里面 你in-post 这个关键字的话 就是 当你想要用 其他 地方的 其他档案的程式码的时候 你只能透过 in-post 这个字 in-post 这个keyword 来 使用 可是在 Scala里面的话 in-post 这个关键字 主要 主要是为了 让你可以写程式码的时候 用更短的名字 也就是说 你可以写很多程式 你写很多程式 然后 你可以完全不用 import这个keyword 可是你在 Python里面 你不用 import这个keyword的话 那你完全无法 其中其他的library 那Scala里面有一个 很有趣的特性 就是 它支援这个 in-post 这个关键字 那这个关键字 可以用来做 隐式转换 就是 隐式转型 就是 你可能是一个 原本是一个Stream 可是Stream里面的 Messor 就是 就是 没有你要的Messor 的话 然后他会帮你 转成其他情别 然后看看其他情别的话 的Messor 有没有满足 这个 你 就是你呼叫的 他也支援就是 隐式传入参数 像是 我定义一个变数 是5 那你当你呼叫 add的时候 然后你只传入X 没有传入Y的话 他会自动帮你 把这个N传进去 Y里面 所以当你呼叫这个add的时候 你可以只传一个参数进去 然后用一个参数 他会自己去CAL这个 变数 丢进去 他有一些更多其他 的 奇怪的功能 那 像 一些GISER里面的话 你要指定 这个GISER里面的 元素的行别的话 都是放在番括号里面 或者是 这个就是 行别的参数 行别参数的话 就是 你可以传入一些 我可以有一些 反应的功能 就是 像是 这个行别 只能是某个 类别下面的东西 或者是 你传入底线的话 就是我不care 这个东西的 LIST里面的行别是什么 剩下6分钟 然后 因为我后面的东西 有点多 然后 就是做一些介绍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应该讲不完 所以 那 有没有什么Wink key 我通影片之后 会放出来 像 写Python的话 基本上 不会有Overflow的Wink key 然后 你写Skara的话 你就需要 就需要 就需要 去KL Overflow的Wink key 那 如果你从Python 写到Skara的话 有个地方 就是很讨厌 就是因为Python的 触跟Force 的触 Key是大写 很特别 所以 你要换过去的时候 会最能犯 那Python里面的话 基本上没有 支援这种东西 可是Skara里面 会有 那 Python里面的Stream Format的话 功能 比较强一点 然后Skara的话 就 扑扑 就 差不多 就这边 那 Python 最强 就是 写Python 最爽的大概是这种 你要取Keyes的时候 你可以传 复数进去 传复数进去 是从后面数过来 那你这个的话 是取Lange 可是 就是像Skara的话 这种的话 你无法传复数进去 所以这写起来会 相对比较长一些 那Skara的话 帮过号 主要是用来 传给那个 type 参数 type 型别用的 那原过号 所以 它什么事情 就用原过号 来做一些处理 好 剩下三分钟 然后我电脑就干击 看 什么 那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 那就先 对啊